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来到红柠哥的游戏结束 那今天给大家带着试魂2的高手对峙 来的一批江丘玩法 二批黑色风零赤华尔丁 第一批高手对峡 那将丘玩法使用的是这个长刀的 叫做千两狂虎狼 二批是光的榜的牙神坏似的 这是两只狼 这是处理个二连杀 他是可以最高砍到死的 三连杀的 而且是中刀的话 中刀是需要反向防守 所以青牙再来二连杀 这个是三连杀 对 这个叫做三连杀 没有晕 又是一个三连杀 压起针 还有没有晕 刚刚想到一个蹲动角 但是失误了 变成一个战动角 打一个防守反击 花牌取消 再来花牌做一个签字 青牙 花牌 对 就是这样来打一个签字 这个是 打千两必须要贵的 牙神打千两必贵的一个套路 那千两方法狼 他的厉害在哪呢 他的厉害在于 近身的青刀防空 包括远距离偷襲 也是比较狠 他的重招是比较狠的 尤其是近身的下中招 中招 接着重招 但是这个距离是连不到的 四花这游戏比较奇怪 他的攻击叛念不是特别固定 打牙神就是小心他这个三连或者两连 就是八百多签字 而且牙神这个中招是 是黑独狠 中招 中招 这个是中招 没有血了 空血 狙晃一招 一个下轻刀 下中招 做一个对冲 天亮狂狂 这个名字也是比较霸气 那他的媳妇呢 是被 boss 罗将神水击 罗将神呢 把他 露体的 做到一个搭带 变成了罗将神水击 如果你用千辆通关的话 你会看到他的媳妇出来 下中招 木牙中招 带手交青牙 三连击 现在这牙神 已经把他打到一个三夹 暈了暈了 这是打心灵灵灵灵 中招 带来个真中招 啊 接着一个战斗刀也可以的 相当很 这是一个限定连招啊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话 关注鸿鸿哥游戏解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